他是克劳斯·施瓦布 他在1971年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 并担任论坛的主席 施瓦布在去年7月出了一本书 名字叫做COVID-19 The Great Reset COVID-19大重构 大重构成为了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活动的主题 相信今年也会是一样 施瓦布认为世界是时候联合行动 迅速改造社会和经济 对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大重构 其实早在2016年 世界经济论坛就已经发布过一支影片 影片释放出一个当时看起来蛮搞笑的讯息 在2030年你将不会拥有任何东西 并对此感到满意 这是一个很大的声明和陈述 当时这个让很多人觉得好像有什么阴谋在背后的声明 如今在大重构的包装 以及在新冠肺炎的掩护底下 已经成为了可以端上台面的主菜 公开品尝 大力推销 这支影片对2030年做出了八种预测 也是施瓦布队2030年的预测 先说几个我这集影片不会讨论到的预测 第一 你可以准备去火星了 科学家将会研究出如何让你在太空保持健康的方法 一龙马斯克 这个现实生活中的Tony Stark 去火星是他最大的梦想 而他的公司所取得的进步 也已经不断开辟好为人类登上火星的道路 毫无疑问的在2030年或之前 将会有为数不多的宇航员成功登陆火星 而殖民化火星看来也不只限于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了 但相信那会是更之后的事情 第二 你将会少吃肉 为了环境和我们的健康 肉将会偶尔成为一种甜点 而不是主食 随着食物来源的限制 我们将会被迫吃少一点 并吃一些其他类型的食物和饮料 例如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肉类 近期有以色列科学家成功打印了肉 但成本很高 需要3000美金 如果这科技普及化的话 这成本以后一定会降下来 就如以前的大哥大是一件超贵的东西 现在则成为了人人可以负担的东西 第三 你无需再等候器官捐献 3D打印机将可印制器官 既然3D打印机可打印肉类 那打印器官也不是难事了 当3D打印机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可以打印基本零件 工具 建筑物 肉类 那打印器官也绝非不可能 未来的世界 这些打印出来的器官将可被移植到患者的身上 我们不再需要器官捐献者 也不需要排队等待器官或出现器官排斥等等的问题 但这些技术会有幸开放给所有人使用吗 还是只有富裕的精英人士 达官贵人才能使用呢 这就很难说了 第四 污染者必须为排放二氧化碳浮出代价 世界将会存在一种碳价 化石燃料将会成为历史 不管全球变暖是不是伪命题 在2030年任何高碳排或污染我们地球的企业或公司 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甚至被强行关闭 美国史上口齿最为伶俐 思维最为清晰 最受美国人欢迎和爱戴的拜登总统 上台第一天就叫停了美加输油管 扼杀了好几万个工作机会 并重新加入巴黎协议 据说此举 大政全球对抗气候变迁的士气 工作机会 风能太阳能的功效性 电能汽车制造的方法 是否真比汽油车环保等等的问题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地球有救了 第五 十亿人将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 自1881年首次记录全球温度以来 世界温度已经提高了1.2摄氏度 近五年还是自1881年以来最热的年份 到了2030年 全球温度将会提高2个摄氏度 气候将会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 如果超过3摄氏度 我们的文明和生活将会遭到破坏 到了2030年 全球变暖所引起的干旱 饥饿和贫困 将会把人类推向极限 数以百万的人将会选择移民到其他地区求存 过去一年多刚好出现的大流行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 暂时冷却了这个世界 全世界因为通过分国封城的政策直接降低了碳排放 也加速推进环保的技术以及减少使用化石软料 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第六 美国不再是领先世界的超级大国 自二战以后 美国一直是全球的霸主 就如同英国在二战之前统治全世界一样 但没有人可以永远成为霸主 就如以前的罗马帝国 奥斯曼帝国 蒙古人等等 最后还是一样得走下神台 美国当然也会有这么一天 而且很可能发生在2030年或之前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多极化的舞台 中国的崛起 印度的人口红利 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改变其金融地位 并全力追求他们的全球目标 欧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还有德国这么一个欧盟的主要力量 在美国左派政府出色的领导能力之下 到了2030年 美国很可能已经不再是领先全球的超级大国 第七 西方价值观受到的考验将会达到极限 在2030年 世界成为了一个多极化的舞台 多极化世界中的贸易将会变得更为复杂 资源将会变得更为有限 大家都在争夺控制这些资源 例如汽油 水 食物 土地 人才等等 世界的局势将会变得更紧张 战争一触即发 但这不会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而是另一种新型的战争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战争 世界越混乱 本来的普世价值 道德标准 民主规则和价值观就越会受到考验 在自由文明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尊重彼此 因为大家都有类似的价值观 我们努力工作 拥有稳定的收入 房子 车子 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 但当这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们将会被迫进入生存模式 回想去年全世界发生过的抗议活动 经济危机和各种纷争 这就是当平衡被打破的时候 所面对的局面 到了21世纪 依然还有数十亿人 活在饥饿和贫困的世界 因此现在西方国家的趋势 是分享他们拥有的一切 例如大开国界 无条件接受难民和非法移民 但那是无私的帮助 还是在拖垮自己呢 时间会有答案 第八 在2030年 你将不会拥有任何东西 并对此感到满意 终于来到重点了 从很久以前开始 人类就想要拥有一些东西 例如洞穴 土地 工具等等 到了现在 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就更多了 房子 车子 银子 马子 我们的欲望 无穷无尽 为了应付我们那无穷无尽的欲望 政府也不断印刷 无穷无尽的货币出来 结果呢 通货膨胀了 我们都背负更多的债务 这已经是一种变相的奴隶制 我们借债购买越多 自由也就越少 所以呢 施瓦布和他的世界经济论坛 便有了这么一个预测 在2030年你将不会拥有任何东西 并对此感到满意 可是生活还是要过啊 我们怎么可以不拥有东西呢 答案是靠租用所需要的东西来过活 从房子到家具 电脑到衣服 都是租用的 每个月只需付一小笔钱 便可拥有这些服务 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 但其实这早就已经发生在今天了 例如你不会再想要拥有CD或影带 你甚至不再下载MP3 你会选择订阅Spotify来收听音乐 你不需要拥有车子 在你需要车子的时候 你宁愿付很小一笔钱来租车使用 每天开不一样的车子也行 还不用烦恼车子维修的问题 如今在英国 连洗衣机也可以租用了 这个名为WashPass的网站 已经提供出租洗衣机的服务 一次性安装费用69英镑 每个月缴费6块9英镑 每次洗衣80便是 名副其实的不再需要拥有洗衣机 连洗涤机也准备好给你了 可是当我们不再拥有任何东西 真的会感到满意和开心吗 大重构是一个大课题 刚刚说到的8种预测 拆开来探讨的话 每种预测都可以单独做成一集影片 但是老外我 最近剪片有点力不从心 还是选择性先探讨今天这个主题 但这主题我想说的东西也有点多 所以我又把它拆开分成上中下三集 我个人的见解会放在最后一集 希望在接下来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影片可以全数做好 老话一句 喜欢影片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和打开小铃铛 什么都略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见